哈囉 大家好 請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哲平童年的遊戲 那這款是我們的希望 也就是我們5月26號的時候上市的遊戲 那這款我覺得 因為以前希望也有其他款的手機遊戲嘛 那這款目前玩起來真的是 喔 特別有感覺喔 就是裡面的角色跟怪物跟地方的場景 跟BGM來說 哲平都是 我覺得就有回到童年那種感覺啦 那像這邊的話 基本上這邊是在這個樂園鎮喔 大家不要看出什麼現在好像沒人 因為大家基本上現在都在練等喔 我覺得之後這邊應該就會很多人耶 因為到我們的二十幾等之後 這邊好像還沒有任何的就是那個 任務有關的地方喔 所以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這邊很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這邊的這個舊版的希望的音樂 超級無敵好聽的喔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現在放的這個好像是 就是這個新版本的這個音樂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我覺得這個遊戲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喔 你想要更回歸童年嗎 沒有問題 這邊按個按鍵 設定這邊的話直接給它打開 然後音樂這邊有沒有 聲音設定直接換成希望練曲 直接聽一下這個熟悉的音樂 喔 天啊 這個音樂真的是有夠童年的 我當初以前小時候在玩的時候我都超級喜歡這個 樂圓陣的 因為這首歌真的很好聽喔 那這邊的話如果你是以前沒有玩過希望的話 其實我覺得目前來說這款希望的話 真的還滿還原以前的 就是它的整體的這個作風啊 跟畫風都是以前的那個希望 然後以前的話 哲平基本上就是玩騎士啦 因為我覺得騎士的這個鎧甲很帥氣 所以就還滿喜歡玩騎士的 現在基本上的話是在我們這個 20等的時候拿到這個全新的鎧甲喔 那之後更高等之後它的鎧甲會更漂亮 到時候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覺得還滿不錯 然後這邊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希望有拿幾點很棒的地方 就是有繼續延續喔 這個喔 我覺得它的聲望系統還有繼續延續的話就滿爽的 這個有沒有 名聲這邊LVE 然後會有一個肉肉的 然後這邊的話因為 我們目前來說聲望是最低階的 所以我們現在睡覺的話 只會睡到我們的這個報紙上喔 那在我們這個 在我們這個坐騎上面這個地方有一個睡覺對不對 這邊按下去的話 我們就會睡在報紙上面 然後隨著我們的聲望慢慢的提高之後 我們後面的話就會睡在床鋪上面喔 這就是我們以前玩希望的時候 哇覺得很棒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那目前來說的話就是這些原本的 就是我覺得很棒的那些要素都有存在 我就覺得哇好開心 然後再來就是每一個角色啊 比如說搖滾菜頭會叫嘛 然後還有哈比特的那些叫聲 真的都就是跟當初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以前有玩過希望的話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還滿喜歡的啦 然後這一次回來玩的時候感覺喔 就是這款的話它其實 玩法會滿貼近 以前我們玩線上遊戲的那種感覺 就是瘋狂打怪然後練的那種感覺 因為大家以前的話 目前以前的一些遊戲翻來 現在目前都是手機版的話 很多都是按自動戰鬥嘛 就是會自動巡路然後自己去打那個怪物 雖然這遊戲也有但是 這遊戲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你要尾怪 你要打到最後那個怪物的最後一下 它才會算你就是那個 就是任務有達成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能就要用一些方法去搶怪 或者是用技能來打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想要希望的話 當然不能忘記的就是我們連續記的東西嘛 那這款也是也有喔 我們以前的話電腦是用ASAD什麼 那個用ASD去接記的嘛 然後接起連記 然後這款的話比較像是就是 按我們的右下角這邊 中間下面這邊會有一個 音符那種按鈕 然後你就是按這個按鈕之後 然後去做一波的那個接技 然後隨時等級提升之後 可以開啟更多的這個接技 然後它的接技上面的話 是可以連結我們的技能的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平常在放技能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邊的這邊 這個技能放出去的時候 是會消耗我們這個藍條的 也就是我們的MP 然後如果你是用我們的接技 接上去然後連起來的技能的話 那個技能是不會消耗我們的MP的 所以就還蠻爽的喔 來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 先出去打怪物給大家看一下喔 基本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我覺得真的很還原耶 而且我是在剛剛要拍片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那個 原來在我們設定上面 音樂這邊可以改成舊版的耶 因為新版的話就是希望ANN的音樂 但是我覺得舊版的話還是 童年的這個音樂 哇 最有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真的是很high 那我們現在先出去打一下喔 那目前來說我還沒有去打BOSS之類的 然後我現在是跟小草在跨向陽03 這個回生谷的音樂也超好聽的 因為以前剛打的時候 大家都會遇到我們這個HAPPY2 然後他們都是在回生谷這邊 就有這個HAPPY跟大HAPPY 不過我覺得目前來說這個版本的話 有在變可愛一點點喔 因為在更以前的話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希望的話它是比較偏有點就是那種就是 欸!HAPPY2有點更大隻了 大家應該可以去看一下就是 舊版的這個HAPPY2 然後這個就是我做的那個 搖滾菜頭了 搖滾菜頭會叫喔 等一下看一下 我現在炸一下它就死了 搖滾菜頭是會吟叫的喔 我覺得真的是很還原喔 我再找一隻搖滾菜頭 等一下頂一下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就是 目前來說如果有很多人在搶怪的話 你是可以去找一些落單的怪 然後去點它然後做一波攻擊 這樣 好 打它 接機 有沒有聽到它嗷了一聲 這就是哲平以前的童年你知道嗎 我們都會來聽這個搖滾菜頭叫你知道嗎 很色情欸有沒有 真的很色情 然後 目前來說因為我以前玩希望的時候 我好像 沒有玩到它有做棋的時候啦 不過現在來說的話這個是有給你加做棋的 而且一開始其實送東西還蠻多的喔 然後 呃 禮包的方面來說的話 就是現在目前來說感覺好像 也不太需要花到太多錢 就是目前玩起來的時候 然後這邊就開始有玩家了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在打這個東西 所以根本沒有人會去樂園鎮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 欸以前的希望玩家想要回來看一些就是 以前的場景還有音樂的話 喔 基本上那個 來我們這些 先去找一些就是你熟悉的地圖 然後去那邊聽那些音樂的話 應該沒有人會過去 因為大家基本上都是照著就是那個自動走路嘛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的手機遊戲的這個 自動巡路導航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是有玩過希望的話 像哲平的話就會先去那個 樂園鎮那邊嗨一下喔 因為樂園鎮那邊的音樂真的超好聽的 以前我們就是練完等之後 都會去樂園鎮那邊然後坐著聊天這樣子 的那個 軍團工會這樣子 要離開了 要去另外一邊了 然後目前來說整體的畫質就是 非常非常提升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優化還算是頂不錯的 頂好的 然後玩起來的感覺的話 因為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必須要手動操作 也不是說不能自動 就是你手動操作的話 才比較容易搶到怪好不好 不然你就很難去跟別人搶怪 就是大家都是自動找怪物打嘛 然後 打怪物的時候就是 你可能要自己去找一些落蛋的怪物喔 所以我覺得這款的話比較 真的算是我覺得手機上面玩 最像端遊的那種遊戲的那種感覺 因為你可以自己打好不好 其實哲平是蠻喜歡自己打的那種感覺的 我不喜歡就是 都跟一大堆那種電腦玩在一起 你知道嗎 就是電腦的話他們目前來說都會 都會在那邊然後自己打怪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去旁邊 走然後點這樣子 像以前的話就是 也有玩過蠻多款類似這種的遊戲 但是 我覺得目前來說這款是我玩起來 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會比較喜歡的喔 因為他可以自己點 而且 為什麼說一定要手動的原因是 因為這款遊戲的combo接技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很像音樂的那個按的東西 那個東西非常重要 那個如果沒按好的話 你基本上傷害打不出來 你們知道嗎 這就是希望很厲害的地方喔 然後你看這邊的話 就一堆人在那邊搶了對不對 那很多你看這種就是走在一起的 基本上都是 按自動 自動戰鬥的這種 好 我們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瞄準一下喔 因為我們這邊自動戰鬥的話 我們就要去找一些落單的怪 通常我們以前在玩線上遊戲的時候 我們都不能去跟別人搶怪喔 因為那樣很沒禮貌 但是現在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了 但是我現在 我是砍暴擊 所以我一下那個暴擊的話 暴擊那個大技能是滿痛的 那現在來說的話就是 希望的這個技能點跟以前的配點好像又不太一樣喔 但是這邊這邊的那個能力值的話 我是跟著那個就是 我以前的那個 去配的 我是點那個力量跟那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什麼 力量跟我們的那個 體力為主 哇 我這個combo有點難按 你看 一定要這樣接技 然後接完之後可以接技能 那你這個技能的話就會變成就是 無消耗人 就是不會消耗MP這樣子 就挺好玩的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去扣 像這邊一堆怪物 一堆不是怪物 一堆那個 玩家在打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去跟他搶 我們今天去找一些落單的哈比兔 哇 你看 一群人機過來了 嚇死人 我們去打這隻是遠的好不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隻的話就是 如果你要把他當作一個線上遊戲 這樣來玩的話其實也挺不錯的喔 就很像就是我們以前玩的那種線上遊戲的感覺 就是到處去打怪阿或是怎麼樣 那如果你不想跟別人搶怪的話很簡單 你就是趕快趁這個階段 一開始開始玩的時候趕快先練高一點 喔那邊有三隻喔 趕快先去打一下 喔很多隻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很喜歡就是用自動戰鬥 然後就是附具的後面有很多隻那個可以打 很多人都會說 阿這麼多人在打我們要怎麼搶之類的 阿其實後面走個幾步路 就有很多隻那個在旁邊了 那通常人機的話他們就是不會看這麼後面喔 他們就是會在前面堵住 那我們就可以在後面有沒有 這就是給我們那個 手動玩家一個天堂你知道嗎 在後面刷多一點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目前來說這個偽怪機制 是做得頂好玩的啦 但是就是要看大家習不習慣了 但是因為我們那個年代的遊戲 就真的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玩起來就 哇非常非常還原很童年喔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那個 抽寵物那些的話確實是 蠻貴的 但是這些寵物系統的話之後 如果你有研究的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那個好像可以自己養寵物或是抽寵物之類的喔 還不太清楚 反正現在目標的話就是趕快先把等級練上去 然後穿更多的這個騎士鎧甲 再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砍爆騎 好不好玩 砍爆騎的話就是他有一招那個大爆炸 可以爆出超大的傷害喔 像哲兵哲兵一招技能的話基本上就是 可以一兩千吧 放一下技能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對啊一千八 我們目前來說的話就是 想要把那一發爆炸打到更上面去一點點 那以前我在玩希望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還是個 就是國中國小吧 就還是沒有辦法花錢玩遊戲的那個年代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如果可以花錢了 我不知道到時候會把這個 這個一發爆炸爆到更高 如果可以的話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那大家有沒有來玩我們這個希望M呢 或是你們以前沒玩過希望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對於這款遊戲 目前來說的看法我覺得其實目前來說 他已經做的還蠻好的喔 已經算是 我目前近期玩過我自己會 繼續玩下去的這個 MMO遊戲 因為以前來說比如說 二之國阿或是RO那種東西的話 我就 比較少去玩他 因為太多都是自動打怪了 但是這個目前來說這個combo 因為如果我們不按的話 他自己按他會fail你知道嗎 他會斷康然後打出來的傷害就很低 然後如果你又是在一大堆人面前在打怪物的話 對不對 你基本上 就沒辦法搶怪搶贏別人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遊戲的話 我覺得有手控的程度還蠻重要的 而且到時候如果要打一些就是 基因Boss或是一些地圖Boss 一些物本王的話 應該這些手抄就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玩可以手抄的遊戲的喔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哲平的童年遊戲好不好 希望M 那目前來說的話 如果有一些比較有趣的畫面 或是一些我們要抽東西的時候 或是有一些新裝備獎的時候呢 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囉 那大家有沒有玩過希望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於這款遊戲的看法 那今天就去玩到這邊啦 我這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